挑战继续 接下来我请这位选手 登场的理由很简单 以为今天 他是给我们两个人 送礼来了 他带着礼物上场 掌声有请 掌声有请 刘宇 欢迎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刘宇 我是一名魔术师 那我估计这礼物 已经不靠谱了 对 这也是什么道具 这个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箱子 这个箱子是一个 非常特别的箱子 它跟了我好长时间了 有感情了 对 这是我爷爷的 爷爷爷爷爷 传下来的一幕箱 明末清初 对 它有多么神奇呢 这样 接下来我给大家试验一下 这个箱子到底 有多么的特别 好不好 好 这个箱子到底 有多么特别呢 首先我们把它 放到这个位置 只要我输入今天的密码 黄金100秒 注意听我说 它可以测试一个人的心灵 一个人如果心中越纯洁 越真善美 这个箱子会感觉得越轻 反之 这个箱子就会感觉越重 提不动 我知道了 就跟那个童话故事里边 只有善良的人 可能才能把那个锋利的宝剑拔出来一样 对吧 对对对对 那我很纯洁啊 这样 杨凯洛哥 好 接下来你像我这样做好不好 好 好 先搂一下 动作必须要帅 你管这个叫帅是吗 站到上面去 哇哦 一二三 也看得起我很纯洁 这样 接下来大家掌声 让杨凡格来试一下好不好 对 他刚才自言自语地说 我很纯洁 让我想起了电影里面的情节 我不是叛徒 也就是说 嘉明哥接下来的这个互动 是侧人品的互动 对 来 先行程作理 刚才 你要按照 对对 发型 造型 一步一程 步法 步法 程序不能乱 开始 还有几个妩媚 还顺品 这就是纯洁的人 好 对对对 来 站上去 站上去 来 准标 一 二 三 掌声赋给他 不要 杨凡格也是一个 非常纯洁的人 看得出来 一 二 三 一定抬不起来 来 大家给嘉明哥打打气好不好 嘉明哥 你这是老实人 其实我证明 这和人品无关 你这差在哪个步骤吗 你这怎么可能打开 这是有魔法的盒子 我感觉嘉明哥做这个动作 这么别扭的 你看 三 二 一 起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什么原因了 赵明 差在哪了 我知道什么原因了 不知道跟我们一样 是发型不一样吗 因为这个箱子吧 是我爷爷的爷爷传下来的 也可以说 他是我就是他的主人 所以说嘉明哥 你要面对镜头 对他的主人 说一句 比较好听的话 懂了 这不是一个纯洁的世界 何宇 你是我见过最帅的魔术师 我的天哪 其实我在撒谎 你看 其实我真的没撒谎 你就是最帅的魔术师 这个盒子 真的认主人 来 掌声送给刘宇 谢谢 谢谢大家 好好好 刘宇应该很年轻 今年 今年27岁 从事魔术师的行业 多久了 近十年的魔术师 是自学还是拜师 我是从小就喜欢魔术 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 看电视喜欢上了魔术 一有这种魔术节目 我就懂爱看 所以说一次比一次加重 一次激起一次自己的心 这样所以说 所以说我看完电视之后 我爱上魔术之后 那时候我还上学 上小学 所以说我没有这么好的条件 去买一些专业的魔术道具 也没有这么好的渠道 所以说我就用一些生活用品 来做一些魔术道具 给身边的朋友表演 效果还不错 所以说直到毕业以后 真正遇到了一些 志同道合的朋友 所以说才能买到 这些真正的魔术道具 一直就是把和一些 志同道合的朋友 组在一起 去把一种爱好 变为一种事业 是这样的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请说出我们的口号 好 吃鸡子总会发光 请准备签 请登台 黄金100秒计时 开始 黄金100秒计时 开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明 请不吝点赞 转发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绝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